请 静明 我希望 你以后不要再带城主出去了 张嫂 我以后不敢了 没事了 你去吧 我 走 陪姑出去乐呵乐呵 别去了 哥 长嫂都生气了 什么长嫂不长嫂的 姑是城主 见过城主怕老婆的吗 去 兄长不怕 陈弟怕呀 哥 我突然觉得 长嫂有那么一股子凌人的霸气 她让我站直 我绝对不敢弯腰 就跟以前你一样 这样 如果被你长嫂发现了 你就跟她说 咱们两个去强身见体了 不就完了吗 那 那 那也不行 为什么呀 我没钱了 别 别 别摸了 坐着我结的账 够了 够了 这家面馆虽然不入流 但这味道却是惊安逸绝啊 爽啊 你有没有发现 这北街比以前清冷了很多 还多了很多乞丐啊 北街是普通居民居 难却在这富人居吗 来来来 快吃啊 谢谢 二位慢用 老板 你这面酱怎么少了那么多啊 你可别想糊我啊 客官真是眼尖的 这一看就是熟客 这不 朝廷颁发了新政令 让城里的官老爷们纳平边税 我这面摊开了十几年了 我也不好意思涨价呀 所以啊 就把这面里的肉酱 着量减少了些 还请客官多担待 赠送点小菜 老板 你可别坑我们啊 这平边税不平边税的 跟你这肉多少有什么关系啊 这位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 说是征收的官老爷们的税 但是羊毛不还得出在羊身上吗 您想啊 这新税收益来 肉铺的掌柜可以抬高肉价 这米店的老板可以抬高米价 这布庄的老板可以抬高布价 这么一折腾到最后遭殃的 不还是我们平民百姓穷苦人吗 您瞅瞅 这大街上的乞丐 都比平时多了好多呢 税父乃成帮重器 牵涉身广 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算了 一两句跟你解释不清楚 去去去去去 我们好饿 你给我点东西吧 老板 煮两碗面 送我们身上 谢谢公子 来 谢谢公子 哥 哥 名声大事还却从长计议 您也无须自责 嗯 咱们这巡方苑啊 能有什么影响 来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的 你说的这平边税呢 抱怨的都是穷人 富人们 有的是办法转嫁税收 要不怎么说 穷人容易越来越穷 富人容易越来越富呢 但这古人云 治大国若碰小仙 说的 应该就是要少折腾的意思吧 看来是我错怪他了 政令 真不是能张嘴就来的 牡丹姑娘 那是达官贵人 都有哪些常来啊 逍遥公子是常客 这就不用多说了 来 另外 奴家还见 那徐大元帅的长公子常来 那不就是我大哥吗 你喝 你喝 奴家赠予公子的那条汉金子 那就是徐家长公子 他 这徐家公子 来这里做什么啊 这 那 奴家不知 知 也不可说 我就是纯属好奇 牡丹姑娘 但说无妨啊 你怎么不喝